而过年前夕花莲市重庆市场从2月1号起到2月8号 首度延长营业时间 每天下午3点到6点 黄乎时段是不打烊的 希望可以方便民众采买选购 市场为家业特别前往关心营运情形 也欢迎乡亲多多前往花莲市各个公有零售市场来消费买年货 农历春节将至为了方便民众采买选购 花莲市重庆市场从2月1号开始一直到2月8号 首度延长营业时间 在每天下午3点到6点 黄昏时段也不打烊 那借由今年是因为也快要过年了 我们借由这样的机会呢 我们的摊山有67摊的摊山参加这个自主性的活动 然后也愿意配合下午时段延长营业时间 那希望就是说让我们的花莲的民众在下班的时候呢 能有多一个采买年货的好地方好市集 而市长维加依然在日前也特别前往关心营运情形 并欢迎乡亲可以多多前往花莲市各公有零售市场消费买年货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重新市场是花莲市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也希望说在年节的这个期间 从即日起到2月8号 我们下午3点到6点 我们都有做这个营业的动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早上可能车草比较拥挤 那如果没有采购到的话 没有采买到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在下午的部分来进行采买 我们未来如果有机会 看看这样市营运的部分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有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 每一个时候都的节日或者是平常时候 我们都可以改做营运这样的模式来进行 另外重新市场谈造工程从去年10月份开工 目前进度已达8成 预计在农历年后才会完工 而自治会主委陈爱玲也表示 完工后重新市场也将规划促销活动 邀请大家可以多多前往重新市场完成采买需求 记者徐立芹华联市报导